我就是贪图你莫威集团的 你告诉气话了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不是莫威集团的 你以为我李珊夕会看出我 你怕我看上你家的钱是不是 所以才故意把我 你是莫威集团的千金花 来试探我的老人 是不是时候这么脆弱 你相信 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李珊夕吗 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江一斌吗 你有紧紧跟我说个一个话的言吗 悲伤是五月零星的雨点 总在凌晨时分蔓延 我试着抹去对你的思念 看得平淡一点 也许会好受险 苦苦的奢望到永远 爱情只是场梦言 只是还会记得我曾经爱你不顾一切 苦苦的奢望到永远 爱情只是场梦言 等到惊醒恍然发现 心事停摆的终点 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 我爸已经不在了 冬雪 我好想你啊 外科医生经常做手术 一定很辛苦吧 妈妈当初不想让你见外科 就是担心你会太累 爸爸的生日到了 你准备怎么帮爸爸过生日呢 好 爸 换你 不用 来吧 来吧 快点 换你 换你 我还带可以了 帮你拿包 好 来 一 二 好的 一 二 三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来 看看 冬雪 恭喜你币 爸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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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来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阿嬷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多许 我真的很想念你们 我想知道你们生活过得怎么样 多许 你可不可以回过头来看我一眼 你们要说出真相吗 你做得到吗 他们都很信任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就麻烦你以后别来见我和爸爸 我不想要一个像影子一样的姐姐 请进 嫂子 我有点事想找你帮忙 什么事啊 你来我房间吧 来吧 老子 这是什么呀 这是学校话剧社排练的剧本 我想进志南一号 你真的决心当演员了 当然 你之前不是告诉过我吗 上大学的时候 就要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梦想 要是被爸妈知道 我肯定会被爸掉一层皮的 你也没告诉我爸妈 我在学校里翘课去拍花剧的事情 就证明你已经支持我了 对不对 你 这是服了你了 看来我是要上了你这条贼船了 对啊 那我们就开始上船排练吧 哪个是我说的 这个人是我 剩下的都是你 来了 好吧 好 老爸可以吃了 你就是为了说这个约我的啊 害我白白高兴了 我以为我的儿子良心发现 冷落了他老妈好久 原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这个好意我还给你 妈 我知道您不会真生儿子气的 我妈最好了 其实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因为爸爸妈妈都对我那么好 那么心疼我 现在结婚之后 又多了一个夏希兰爱我 所以呢 我 好了 好了 做父母的 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 我明白了 我帮你办就是了 我就知道我妈最好了 谢谢你啊 小的时候啊 我看到您做慈善 我就觉得 我妈妈是最善良最善良最善良的妈妈 现在我看您啊 是又善良又美丽的妈妈 你看你啊 帮你们家夏希跑腿办事 就有一大筐的甜言蜜蜂 你妈妈 哎呀 哎呀 义斌啊 说心里话 作为女人 我真的非常羡慕夏希 她有你这么一个疼她的好老公 哪像你爸 一点都不疼我 妈 儿子以后会加倍疼你的 好吧 来 为了这个世界上 最善良最美丽的妈妈 和最好的老公 干一杯 嗯 嗯 哎 哎 我怎么一条裙子都没有呢 闺女 万国集团的那个儿子 妈已经给你约好了 下周二 时间空出来 妈 离下周二还有那么长时间 万一我那天有事怎么办 你看你看你看 现在什么事情 能比你妈给你约好相亲的事情重要啊 你就不是末尾集团的千金小姐 哦 人家那么多人排在不对等着娶你啊 我靠你了 我们这样的家庭得抓紧机会 嗯 我知道了 哦 对了 你待会儿把紧救阿姨送你那条裙子 拿出来一块试试 到时候你一条好看的穿你一条裙 啊 记住啊 哎呀 我火上还炖着肉呢 来啦 来啦 快进来 走吧 好嘞 去你房间 一山来了 阿姨你好 来了好来了好 快进屋坐 阿姨给你们吃水果去啊 不用了阿姨 不用麻烦了 我是过来找家人借裙子的 借完就走 裙子 嗯 一山 是不是谈恋爱有男朋友了 要穿裙子 不是阿姨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说嘛 就你这样的女汉子 女中豪杰 那一般的孩子豪权 阿姨妈 你不要去切水果嘛 你不要一山姐等太久了 好好好 我去啊 你们去坐去坐啊 嗯 快进来 快进来 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 就是我妈的好奇心了 妈妈们都这样 我妈也这样 习惯就好 你床上怎么堆这么多衣服呀 你在挑衣服啊 是有什么喜事要发生了吗 喜事 能有什么喜事 简直就是悲剧 你还不知道我妈 又要带我去相亲 这不是挑衣服呢 真是烦都烦死了 一山姐 你今天怎么也要穿裙子 你不是最谈穿裙子吗 我 是要去参加一个同学会 同学会 对 你是要去见什么特殊的人吗 你怎么也跟妈妈们一样八卦了 你看 我猜对了吧 你回话这么快 看那人肯定不一般 早知道这样 那我就不来找你了 阿姨啊 我是提名开心呀 你想我们一山姐桃花终于开了呀 好想知道是每个幸运的大帅哥 可以看见我们一山姐穿裙子啊 你再这样说 我走了啊 你别走 你别走 我妈你挑衣服 你看 好 一山姐 我妈说你妈妈之前送给我一条裙子 是哪个啊 是 这个 这个 这件衣服很好看 和你的气质很大 你穿上一定很好看 在哪儿 不过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缺什么呀 鞋子和饰品啊 对对对对 我一心想着要找裙子 我把这些都给忘了怎么办啊 你今天找我找对了 我给你一条龙服务 包你漂漂亮亮的出我们家他们 快快快 真的 你没事吧 我没事儿 你这 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 只是我不太习惯 你穿成这样子 很丑啊 很好看啊 只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 你这样子的穿着 其实我也挺不习惯 穿成这样的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爸留一个好印象 这么想要在我爸面前好好表现 当然 这样子是为了想要更顺利地嫁给我吗 我走了 开玩笑的 别那么认真嘛 你穿高跟鞋会不会很不舒服啊 要不我陪你回家换一双 不用了 这样一来一回的多耽误时间 扶我就可以了 走吧 走了 花 好啊 好了 小夕 你快来看看 这些准备得怎么样啊 今天是谁的忌日啊 怎么准备了这些 你呀你呀 真是工作太忙了 明天是你爸爸的忌日 你忘了啊 小夕啊你看看你多福气啊 我们家一兵啊 虽然没见过你爸爸 但是把你爸爸的忌日记得清清楚楚 而且还特意关照我 让我一定要准备好 虽然呢我们准备了一个衣冠幕 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意足够了 小夕 明天我们就一块去击败他 好不好 好 是这样 我那天从你电脑的记事本上看到 说你爸爸重要的日子 我那时候就决定 以后每一年 我都要跟你一起追赐你爸爸 是不是好感动啊 儿子 我还特意啊 为小夕准备了一套黑的套装 明天祭奠用好不好 快去陪他去换了 小夕 怎么了 怎么了 小夕怎么了 小夕怎么了 小夕 好了 好了 不好意思啊 东旭呢 是刚才告诉我你要过来 所以来不及准备 这些菜太简单了 您别见外啊 不会的 不会的 要不然我到街口的饭馆去 再炒两个菜 不用 叔叔 够了 你看 有婚又有素 而且都很健康 都是我爱吃的呢 让你见笑了 没有 不告诉你 是因为你手受伤 不想让你做太多菜 而且今天的菜清淡可口 正好让它减减肥啊 我哪有很胖 明明是你太瘦 所以才会显得我很胖 东旭啊 你还没介绍你的朋友 姓什么 叫什么 他叫江一山 我都叫他江小山 小山啊 欢迎你啊 我们家东旭啊 这可是头一次把女朋友带回来 这也是他头一次交女朋友 真的 爸 你说谎好歹也打个草稿嘛 这位江医生呢早在医院 就见识到我的高人气了 我哪有早就见识到你的高人气啊 没有吗 没有 好 那下一次让你全身心地感受一下 缺哪补哪 来来来 吃饭吃饭 别客气啊 来 多吃点啊 好 叔叔你也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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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小山 我听东旭说 你父母在你小的时候 出了意外 是不是 是怎么回事 他小时候父母出了车祸 之后就在孤儿院长大了 这样子 那你可要特别照顾人家 可不能欺负人家 他不欺负我就不错了 你以为他很可怜啊 他比我还坚强呢 小山 以后欢迎你常到我们家来 下次 你来的时候 叔叔一定做一些好菜给你吃 对了 过两天就是清明了 你就陪着小山去他父母的坟前 去扫墓去 那好啊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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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忘了 爸 生日快乐 叔叔 生日快乐 来 这是给你的礼物 弄了半天这是给我的 东西 谢谢 不会啦 爸 谢谢您 小山 不谢 叔叔 我还要谢谢您呢 因为有了您才有了东西 有了东西我才会幸福 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不如这样 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吧 好 好 你还会唱歌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的沙小姐 必须要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才能亮出来 叔叔 听好了啊 好 公主你覆手于天起 祝和你深层快乐 快 年年都有这一日 哎 哎 哎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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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 好些了吗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不用了 可能是这两天案件太多 太劳累了 是本来就很劳累 又被我惊吓到了 对不起啊 我本来是想给你一点惊喜 我前几天看到你 记事本上做了标记 知道今天对于你来说 是个特殊的日子 可是你弟弟又失去联系 我没有人可以商量 所以就自作底涨了 给你安排了这个 我实在是没想到 你应该跟我说一声的 是 是我太鲁莽了 你一直对你自己 家里的事情讳莫如深 又不让我问 说总有一天会告诉我的 所以我一直都在等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痛苦 你现在能告诉我吗 有些伤痛 是一辈子都不可以说的 谁都不可以 对不起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今天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都是因为我考虑不够周全 想要多给你做些事情 没想到 给你带来这么多痛苦 真的对不起 交票再事与我 这么多多小的事 我感到很累 我感到很多药物 我是你 我感到很忙 我感到很累 我感到很难 你让你怎么办 我感到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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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绿护了 我感到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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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被我家的生活环境吓到了 没有 我觉得老居民区 很有人气 离你关系近 挺好的 我在你家看到了一张粉红色的床 那是谁的呀 等我向你求婚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为什么 那么神秘 就当做我的一个小秘密嘛 我给你保证 我给你求婚的时候 一定会告诉你的 其实我也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等求婚的那天 我们来交换彼此的秘密 好吗 干吗 你故意配合我 不是 是真的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好吧 那求婚的时候 我们交换秘密 嗯 嗯 拉钩 开针 下夕的情况怎么样了 爸 您放心吧 已经没什么事了 现在已经睡下了 这真是奇怪 他像演戏一样 说婚倒就婚倒 我好不容易花了两天的工夫 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连香都没进 他就 一点眼力价都没有 他晕倒了还要看你的脸色吗 你这个人也太霸道了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做这些事都是为了我吗 这种事本身就很微妙 他自己都没说 你也不动动脑筋 插手人家不愿意说的事情 怎么会引起人家不快的 这是一边让我办的 你以为我愿意啊 跟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亲家办什么祭典呢 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你们一个人都不说好话 却怪在我身上了 行行行行 下次关于夏希的事 我什么都不管了 妈 你千万别这么说 夏希说了 她特别谢谢您 而且她也特别感激您 为她做的这一切 是你编的吧 故弄我的 我没有编 真的 我也特别感谢您 真的没有想到 您为这些事情这么尽心 事情闹成这个样子 都怪我 事先没有想清楚 这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话也说回来 夏希家太神秘了 你想想啊 她父母是怎么死的 她弟弟又在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 连你都不知道 说不定那是人家的隐痛 你为什么非要把人家的伤疤 解开呢 什么是伤疤 前段时间你还告诉我呢 夫妻之间要经历生死 才懂得珍惜 夫妻之间 不要有任何隐瞒 不要有任何广言 要互相信任 夫妻关系 坦诚相见是基础啊 妈 您别说了 我相信夏希 而且我也答应过她 她的事情 我都不会去问 除非有一天 她会亲自告诉我 我想妈 您也不希望您的儿子 成为一个失信的人吧 我知道 但是 好了好了 你们现在都怪我都管闲事 但有一天真出了什么事 爸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爱yeong 还要怎么你 教你 你让我爱你 我们独我 很好 我们 är 不错 挺好的 爸 我是说我的女朋友 不是说衣服 我说的也是你女朋友 小珊嘛 是不是 很好啊 当然衣服也不错 爸 那你说说她怎么好啊 这个女孩子 开朗 大方 一点都不阴郁 完全看不出来是在一个 一个残缺不甜的家庭里面长大 是不是 全身都充满了正能量 没错 好像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什么倒霉的事情都离你远远的 是不是 是 这个 这个 怎么了 没什么 说 这孩子怎么会买这么贵的衣服啊 你的生日嘛 这是一份心意 那多不好意思啊 夏希怎么连你的生日 一通电话也没有啊 那很正常嘛 你想她在美国忙 这么忙 说不定忙得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 记不到我的生日那有什么 你怎么都没有问夏希的事啊 你怎么都没有问夏希的事啊 你不是每次都会说吗 可是 你不问也很奇怪啊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从小你可是喜欢姐姐 比我还多哦 多很多哦 那是你们小时候的事情啊 确实 夏希小的时候是很习惯我的 每一次我一下班回家 她总是爸爸长爸爸短的 跟前跟后的 那时候你们才那么大 夏希的个性跟你不一样 她呢 比较倔强 一旦决定的事情 是九条牛都拉不回来 过去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她始终不肯原谅我 对我也有很多的埋怨 弄得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相处 只要她在外边过得好 其他都不重要 我们leader 对她的窄 你看 好了吗 宝贝 你 你干吗把门锁了 妈妈跟你说啊 外面家那个儿子的车 已经在楼底下等着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非常重视这次见面 这就叫做 既不可失 失不再来 你听见吗 妈 我那个眼线画歪了 你帮我去那个卫生间 拿的棉签啊 你说你关键时候 还犯这个错 神经妈妈马上去 马上去啊 你这什么造型啊你 佳远 你怎么变成样子 佳远 佳远 你刚才还在屋呢 你站着干吗 看见闺女了吗 出去了 出去了 到了我下去了 希望她这次好运 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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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脸上的缺帆是怎么来的 我不在意啊 不在意 不在意 其实吧 现在很多女孩儿有点雀斑 我觉得挺可爱的 你看看国外的那些女人 经常去找太阳 晒出雀斑来 不是 你看清楚了 这身麻子不是雀斑 种类不一样的 其实 外表无所谓 我觉得你挺坦率 挺可爱 我挺喜欢的 其实吧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吧 很阳光 很喜欢运动 游泳啊 篮球啊 自行车啊 你看 这些个萌芽 就是骑自行车摔的 而且我不打算把她补回去 我觉得她是我的勋章 很牛吧 嗯 嗯 你的爱泡泥 有没有这个好东西 这个 这个酒平时我也喝 但是从来没有自带的呀 现在生活太难了 现在生活太难了 怎么能不靠酒精来麻痹 你知道吗 我姐夫他就是一混蛋 他背着我 背着我在外面找两个小三 我去找他 他爱打我 你说一个女人碰到一个 最爱的男人 怎么能不借酒来麻痹 你自己的 你 你少喝点行吗 少喝点 干 我们不醉不归 不想高拉 你的意思是 从现在喝到晚上 我怎么把这事忘了 我还要去医院接我儿子呢 我儿子最近住院了 今天他出院 我怎么能把他一个人放在医院呢 等会儿 等会儿 你 你刚才说什么 你有儿子 邓着 都是我那个 妄八蛋监 expectations 不过 我儿子很可爱 他好特性感 宝宝了 先生 先生 也给naire 这次也太糊得出去了 老板 不好意思啊 我 我刚想起来我有点事 我先走 你 你 咱们下次再约 下次再约啊 我走 孙家元 你这是干什么 这一脸的麻子 还抱着个头巾 搞得像希腊一样 没发烧吧 刚才那个男生还不错 相亲啊 没有喜欢的人 真的假的 恭喜你啊 恭喜什么 我要是能说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还用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 过来讲些话 没事吧 你演戏 我不用喝那么多酒啊 我没有演戏 我就心里难受 想喝酒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不要 我不要回家 我酒量大的 我 我现在要去找一个人 孙家元 你要去哪儿啊 这衣服怎么办 穿这条裙子 你得到幸福了吗 那祝福你 这条裙子还给你 我现在也要去找我的幸福了 祝福我吧 你我去哪儿了 你走 我去哪儿 你走 还要去哪儿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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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哪儿 叔叔 你在家 太好了 我是这么来找你 你是谁啊 我是孙家元 就三年前我喝醉了 是东旭哥和您把我给带回来的 是你啊 你好像变得样了 这些是假的 你是不是又喝醉了 没有没有 我只喝了一点点的没有醉 有什么事吗 东旭哥他是不是真的有女朋友了 丫头啊 我该怎么说你呢 你跟东旭已经三年没见了 三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的 东旭哥他真的有女朋友了吗 有了 你三年见过他了吗 见过了 是他医院的一个同事 他是护士还是医生还是管性症的呀 丫头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看在你是一个天真善良的女孩子 这才告诉你的 至于他具体是什么人 那我就不方便说了 你去找一个喜欢你的人嘛 以你的条件不是问题的 我看你对我们家东旭就死了这条心了吧 他们两个感情是拆不散的 但是东旭哥跟我说了 只要三年后 他没有女朋友 没有结婚 他就会再给我一次机会的 我和东旭哥是不是真的不可能了呀 爱你不是淡淡几句 无法说清 三夜凉雨 两个人在一起 哪怕是坏天气 都能够开开心心多余 傻的可以 傻的可以 你却总是 有故意让我生气 我们的爱情 有些小风雨 有些小风雨 我也会感觉那么甜蜜 傻的可以 傻的可以 情不自禁 都对你发发脾气 我们的爱情 不在乎风雨 谁叫我这么样的爱你 谁叫我这么样的爱你 爱你 傻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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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不自禁 都对你发发脾气 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爱情 不在乎风雨 不在乎风雨 谁叫我这么样的爱你 爱你 我真的会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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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乎风雨